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清明廉价过后 苗栗和台中的民众迎来的 确实从今天开始 公五庭二的限水措施 很多餐饮店说没有谁用 干脆把停水日 就直接设定为公休日了 但中部人很纳闷的是说 只说从今天开始公五庭二 却没说到底实施到 什么时候才结束 立文啊 所以是要让台中跟苗栗人 为了临近的现世 牺牲到何时啊 不只遥遥无奇 恐怕不只台中跟苗栗要限水 还有其他的县市 也要加入限水的行列 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 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靠老天爷赏水 老天爷不下雨 那我们就必须一直限水下去 台中人已经是叫苦连天 从今天开始就要限水 我们来听一下台中人的说法 然后顺耍来啊 生日风云没停水啊 倒是其他里的很多 我都来跟我报名啦 有时间我会参加啊 水再不来的话 不下雨的话 我可能这个礼拜还可以度过 下个礼拜可能会很糟糕 穿要洗手不洗都要留两天再洗啊 有的如果没有在盖水 当然不方便了 你要上班要穿马桶呢 不只还没法打 停水两天真的非常不方便 非常不舒服 没有电 要台中人用废发电 没有水 台中人也是要先停水 难怪中部的民众 要大探自己是不是二等公民啊 但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还是毫无解汗的迹象 全国的水库已经越来越渴 越来越干 干到要见底了 保三水库剩下不到两成 保二水库不到一成 预估一到两个月就会见底了 好我们看到洪志 就是现在已经停水的部分 那未来呢 这已经很局的 尤其是南部的台南高雄 搞不好就是下一个了 我们看德基水库的蓄水率 果然只剩下5%而已 最低的放水位只剩下5公尺了 简直就是已经快要见底了 这样子干渴的台湾 到底该怎么办呢 超前部署洗澡团 大家在刚刚看到的访问 真的是大家很懂得变通 集成了里长 马上想到变民的方法 台中市北伦区的里长 考量到部分的里民 住老旧公寓或者是工作 限制除水不变 因为他要上班嘛 有水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家里 没有办法除水啊 怎么办呢 他发起了洗澡团 每个人只要100块 载民众去没有限水的枫园区 可以逛逛有名的夜市 先拼惊喜之后 再到枫园饭店洗澡盖洗啊 哇这个里长果然还蛮灵通的哦 好一破文就有十多个里民 报名参加 连洗澡都没处息啊 真是很可怜 停水日干脆就改成公休日好了 不然摊伤怎么办呢 电休啦 你看明天就挂出来休息一天啊 苗栗的民众说 中央拿苗栗开刀 实在有够要求啊 去付苗栗人 为什么 因为苗栗的水库都提供给大家用 结果我们苗栗人居然首当其冲 先限水 太不公平了吧 台中民众则说 政府完全不会苦民所苦 要这个政府有什么用啊 唉 有这个政府会做梗图啊 会派1450出征啊 会给你茶水表啊 有苦你就吞下去 不可以出来complain 不然的话 绿营的网军就会找上你 或者是绿营的东厂就会找上你 台湾现在缺水缺电 这都还不打紧 为什么连坐火车都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 要这个政府有什么用 这太鲁阁号另外 大家问说是天灾还是人祸 但是台湾缺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现在据说污水厂每天可是要丢掉285万吨的水哦 如果说再生水厂能够建设完成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再重新利用的 而为什么蔡政府上台已经五年了 却没有盖出这第二座的再生水厂呢 我也希望政府很明确的告诉民众 为什么公无停二 我们会达到什么效果 停到了水用到哪里去了 那为什么是台中跟苗栗 我请问你什么叫超前部署 那六座厂是我做的 2013年 结果今天中缸不缺水了 我们今天台中市的各位朋友很抱歉公无停二 可是从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完 就把它给扔掉了 扔掉285万吨 多久 285万吨一天 好 苏先生院长说 要不是政府已经超前部署 现在缺水的情况可是会更糟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其实明年 明明这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说二期到做休耕 代表早就知道今年会有旱灾了 而且李鸿远也说了 为什么已经五年过去了 一座再生水厂盖不出来吗 我这样想请教一下 你超前部署了什么 对不对 他说幸好是民进党政府超前部署 要不然情况更糟 你告诉我你超前部署了什么吗 没有啊 答案就是没有嘛 所以这就把百姓当傻瓜 你知道 好像是开个车盘下撞倒了 说我告诉你 不是我技术好 就把你撞死了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就把人家当傻瓜吗 你超前部署 告诉我 你超前部署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嘛 我告诉你民进党这几年啊 日子过太舒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两岸关系就是他的提款机嘛 他只要打打香港问题 就让国民党的总统跟立委选举选得很差 所以任何困难只要出现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过错 一边就推给国民党 一边就是推给老共 所以他就没有事 所以他是用意识形态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是有些问题是你意识形态解决不了了 也不可能天天选举 然后百姓可以让他天天让你骗 你骗了百姓 你对付不了老天爷啊 老天家不下雨了 你现在讲谁 国民党吗 是国民党交不下雨了吗 是老公交不下雨了吗 对不对 天灾跟人祸关系是怎么着 天灾只要人够聪明是可以解决的 天灾变得非常严重 就是人祸 那个人有了问题 人的脑筋有了问题 天天只进行政治的斗争 没说国民党和党产 拆这个蒋公这些铜像 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这样啊 像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很爽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民进党只要搞清楚一件事 你可以打 你可以把国民党打倒了 两岸关系可以当你的提款机啦 可是还是很多问题 你解决不了 我真的只想再问苏贞昌一句话 民进党这我就猜 超前部署了什么 你如果上台才一年 我们没有话讲 五年了 就您刚刚讲的 去年年底刀子就休耕啦 没有办法种 就缺水 你就要紧决心 那时候紧急就开始 比如海水 你是不是应该海水淡化 要赶快来处理 废水这些要不加强来处理 你如果开始在做 还没有出出成绩 我们都可以原谅你 你根本没错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很多事情不见得 你找到一个可以怪罪的人 就能够解决问题 包括了疫苗的采购 到底要怪谁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周突然一下又来了 这回来的还是AZ疫苗 19.92万剂呀 我们来看 首批的第一批 11.7万剂疫苗 是3月3号的时候抵达台湾 那么花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 3月18号完成了封签 那么3月22号开打 那么截至4月6号为止 目前呢 是只有17,245名的 医护人员愿意施打 所以这第一批呀 其实都还有剩下 大约将近要10万剂左右的 这个还没打完呢 但是呀 到6月15号的时候 就要到期了 好 但是这个时候 又来了第二批了 而且还是AZ疫苗哦 19.92万剂 4月4号到达台湾 而这一批的效期还更短 5月底就要到期了 所以现在开始要先打第二批 不能先打第一批哦 因为第二批比较早就会过期哦 所以怎么办啊 又是AZ 那医护人不打的话 这两批打不完的疫苗 该如何是好呢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所以这个 是不是又是别国不要的 为什么5月底就要到期了 这个时候才送到台湾来吗 而且你看呢 就是疫苗来 我们要采购的疫苗 那么除了有一些问题 可能是我们可能难解决的 比方说像是BNT啊 签得到大陆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指挥中心说 我们没办法买不到 那美国的疫苗也买不到啊 你们永远来的都是AZ 而且连什么时候来都没办法掌握 你说医护人怎么敢打吗 我打了第一剂 第二剂在哪里呢 还是说其实不用担心 反正没有人跟我抢 这两剂加起来差不多三十万剂 三十万剂一人打两剂 最多四五万人 四五万人是我们台湾人口的 百分之零点五都不到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就要戳一旦了 因为别的国家 你像这个美国 它早就超过一万剂了 一亿剂了 现在马上要达到两亿剂 像英国它已经 三分之二的成年人都打完了 慢慢他们可能又可以解封 所以有疫苗护照等等 当然他们现在又面临到一些问题 他们现在感染的人也还没有降下去 因为有所谓的变种病毒 这是题外话 第一个很简单 就城市中就买不到疫苗 我们三个礼拜前 做了一个全省的调查 我们也正式公布了 我们台湾的民众 绝大部分不想打AZ疫苗 连医护人员都一样 他们希望打的是莫德纳 是辉瑞等等这些 或江省的这些疫苗 如果是这些疫苗进来的话 他们愿意打的这个比例就高很多 因为不管如何 你说是世界文言组织再怎么说 说AZ是核科的疫苗 但是事实上就会对于现在 就说这个五十五岁以下的妇女 劝你不要去打这个 因为会血栓 血栓等等问题 那么不管如何已经造成全台湾的民众的一个 心里面的一个阴影 那么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这些疫苗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你买的 是什么COVID来的 也都讲不清楚 所以始终每次就在 他已经讲太多次了 我本来想要支持他 现在因为就怕这个疫情终于垮掉 我现在真的是要责备他了 这个又每次讲什么时候来 多少多少 没有一次实现的 所以不要再相信时钟了 民调再高都没有 第一个我就是不相信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不准了 这个始终坏掉了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天天在吹牛说 我们要用国产疫苗 而且下单一千万剂 我们的这个国会啊 你好好去调查一下 这土地他了 土地我告诉你 这里面绝对有猫腻 我这不能再讲太清楚了 这里面绝对有弊端 为什么 一个还没有通过 二级都还没有完全完的 你就开始跟他下订单了 你怎么知道可以通过 对不对 对啊 你怎么知道可以通过 不是 这里面啊 我再讲一个题外话 我们小英政府发了几十亿 说要发展的生计 请问各位 现在我们各医院里面用的PCR 就是核酸检测试剂 你们一个一个打电话 去问这个医院 用的是哪一国的 你们知道吗 德国的 大陆 还有另外转过来的 那个对岸 还有对岸 我跟你讲 不是不可以用对岸 我们学 他换个名字不可以吗 很多的投资 是大陆的投资 很多的厂牌 好 你花了几十亿 这么简单的PCR的 这个试剂 台湾花了几十亿 然后说大内宣 哎呀我们国会院 我们什么都做出来了 结果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国外的 连这一点都做不出来 这是丢人丢到太平洋区 大西洋区 那再来讲一个 你们知道高端这个药厂 它的股票涨多少倍 不得了 好几次涨到停板 你现在去调查一下 这些买这些股票是哪些人 有党政的 1450党 我就跟你讲 你们二号去调查一下 那个小组现在怎么又不做了 不可以做了 不是通过了吗 通过他不让我成立啊 为什么不能成立呢 对啊 我有 我们现在要逼他 你们立法委员是干嘛的 我们人少啊 民进党立法委员是帮忙为市的 我跟你讲 帮忙护航的 我75岁了 我要下次选立委 好 太好了 好 我最后不会再选 也不会再选 到中华学校 我不选了 哪个地方最1450 三重对不对 你捐我100万我就选三重 我负责 这个政府太不像话了嘛 你看看 这是不要念 你们去查一下 谁在买高端的股票 你们再去查一下 如果这个疫苗 他说这个所谓的紧急授权 有一天紧急授权 你去查一查 没错 要比照 那时候H1N1的合约 你知道H1N1的合约 多严格 多严酷 你们要查一查 所以署长看不下去 准备要自己选立委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